是不是麥克風是打開的 每個人都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嗎? 很好 聖徒們 你們可以看見 我們今天早上要看到的這個篇題 是一個很廣泛的信息 題目是羅馬八章 整本聖經的焦點以及宇宙的中心 所以我們也要講到 整本聖經的焦點以及宇宙的中心 我們在進到信息之前 如果你跟我一起翻到羅馬書第七章 從第十五節開始 我要唸給你們 但是我希望你們也能夠跟著 從羅馬書七章十五節讀到八章二節 因為我所行出來的我不認可 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 我所恨惡的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 我就同意律法是善的 其實不是我行出來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罪 我所欲出來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罪心出來的 你不要救我 脫離這屬死的身體 我們要停在這裏 如果停在這裏 我們都有問題了 很多的基督教會困在羅馬書第七章 但是保羅說 感謝神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藉著主耶穌基督我們就蒙拯救脫離這屬死的身體 這樣看來我自己又信私服是神的律 卻有肉體服是罪的律 八章一節律經 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里的就沒有定罪了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里已經釋放了我 是我脫離罪與死的律 分享一下 在開始的時候分享一下 你們會看見更多 羅馬書八章給我們看見 生命之靈的律 這是成為的聖者的關鍵 你如果不享受三一神 虛體化身在基督裡 實化為那靈 成為一個律在你的靈裡 你就不能成為得勝者 如果你享受祂做這個律 你就能成為得勝者 成為基督得勝欣賦的一部分 所以成為得勝者的關鍵乃是這一章 這一章是給一個破切尋求神的人 如果你尋求他 保羅是一個尋求他的人 保羅說 我是一個苦惱的人 誰能夠救我 脫離這殊死的身體 保羅是一個破切尋求神的人 我希望我們都能夠成為這樣的人 我們可以看見整本聖經的焦點 以及宇宙的中心 如果你看見羅馬書八章的架構 羅馬書的架構 你可以看見羅馬書七章 如果你可以把它給它一個標題的話 羅馬七章是在肉體裡 如果你可以把八章下一個標題 它就是要說在靈裡 然後九章到十一章是一個插進來的話 他們是一段講到神的主宰的拣選 這是插進來的話 然後你有羅馬書十二章 十二章是接著羅馬書八章說的 所以八章講到生命之靈的律 然後直接就連到十二章的身體生活 身體生活是在教會生活裡實行出來 就是基督身體的實力在教會生活裡實行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見這是關鍵 這是整本聖經的焦點以及宇宙的中心 如果你看這兩章 你會看見什麼呢? 三個生命四個律 三個生命四個律 首先 我就先講這三個生命是哪三個 我們有撒旦的生命在我們的肉體裡 在那個生命裡有一個律 每一個生命都有一個律 每個生命都是一個律 就像我的狗 牠有狗的生命 然後狗的生命有狗的律 我不知道牠哪裡學來的 牠就是會挖洞 牠不需要學習怎麼挖洞 去一個上學怎麼學挖洞 但是在牠的生命裡 有一個律就讓牠會挖洞埋東西 這個律乃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功能 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功能 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力量 所以律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力量 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力量 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力量 所以我們有三個生命 首先我們有撒旦的生命在我們的肉體裡 我們剛剛讀了經理解說 我的肉體裡沒有剩 這個罪實的律是在我們的肉體裡 使我們行我們所不願意的 我們喜歡行善 這個惡就與我們同在 如果你有這個 對於死的律是與撒旦的生命一起的 然後你還有神所造的屬人的生命 神稱這個生命的律成為我心思的律 這就是心思裡為善的律 在我們的魂裡有一個律想要為善 希望利智為善 你知道 尤馬七章講到說 我要行 我願意行 他說我要行善 這個惡就在我的裡面 利智為善 所以多弱的人能夠做的就是在那裡利智 但是利智沒有用 因為那惡與我們同在 聖徒們我們很重要來看見 你的意志的力沒有辦法 勝過罪於死的律的力量 在我們的魂裡的律 沒有辦法勝過罪於死的律 在我們肉體裡的律能力 就像重力一樣 我在初中的時候 有的時候 我不是很好的學生 有的時候老師會把我 叫我到教室的後面去 我很壯 我很高 就像現在一樣 他就叫我手拿兩邊拿著書 然後罰站 拿著書 書很輕 我就覺得沒關係 我就用我的力量 我的意志力撐住這些書 但是至終我的手越來越沉 重力會擊敗我 最後我的重力會擊破我了 所以罪於死的律就像重力一樣 它擊敗我們 但是在我們靈裡還有另一個律 首先在我們靈裡的生命乃是神 然後那個律就是生命之靈的律 那一個律 那個勝過罪於死的律 那一個律自動自發地 自然而然地勝過重力 就是罪於死的律 就像一隻鳥 一隻老鷹 如果你看這個真言三十章 寫真言的人 他說 有些東西是太美妙了 我沒有辦法側躲 其中一個就是老鷹在天空飛行的道 他當老鷹在天空飛行的時候 他不需要想思考 他就只要藉著飛行 他就勝過了地心靈力中力 當我們享受主在我們的靈力時 自然而然地 我們就勝過對於死的律 我要再說一次 在這些經節裡 你有神的律 神的律在我們之外 告訴你哪些是能做哪些不能做 然後你有另外三個律在你的裡面 在我們的肉體裡有罪於死的律 在我們的魂裡有為善的律 在我們的靈裡有生命之靈的律 看見了嗎 所以我們要在哪裡呢 我們要主日的時候要在靈裡 來享受生命之靈的律 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我們必須知道 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基督裡 實化為那靈乃是一個律 在我們的靈裡 這是主恢復裡一個最大的發現 保羅在聖經裡有一個極大的發現 他發現了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基督裡 實化為那靈乃是在我們的裡面 存在了一個律 這個律是什麼 我再說 它是一個自然的能力 是一個自動自發的功能 是一個內力的性能 就像電有一個律 你拔開開關 電就開始運行 所以所有的燈都亮 我的麥克風也有聲音 因為都是因為電的律 你有這個 反這個飛行的律 它能夠抗地心引力 所以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力量 一個自動自發的功能和內力的性能 所以我們要享受這個內力的性能 每天享受 聖徒們 當你享受一個律的時候 這是沒有意義 不用力氣不發自然而然的 不需要基督徒的生活 應該是不費力的 沒有意識的 自然而然的 像我現在我的胃在 消化我早上吃的東西 我不需要有感覺 如果我有感覺就表示我生病了 是不是呢 有些東西就是問題了 所以在我的裡面有個消化的律 同樣的 這個吸收的律也是如此 我們在這裡有生命之靈的律 它是自然而然的 沒有感覺的 不需要花力氣的 我們不需要花任何力氣 就可以過一個得勝的生命 沒有感覺的 不需要努力的 不費力的 這實在太好了 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打開 生命之靈的律的開關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 已經釋放我 或是我說的 對於死的律 你知道在這裡 有一個打開開關的我 我打開了開關 打開了這個律 我們要成為一個打開禮的人 我們呼求主的時候說 主耶穌啊 我們就打開了生命之靈的律 我不曉得我的中文怎麼樣 所以當我們呼求主 我們打開開關 我們導讀主話 我們打開開關 我們來到聚會中打開開關 我們與聖父們交通打開開關 我們傳福音我們也打開開關 自然而然的 毫不費力的 不用有任何感覺的 你就得勝了 不要試著用你的意志力來過基督徒生活 不要借著生命之靈的律 在你的靈裡來過基督徒的生活 如果你試著用你的意志力來過基督徒生活的話 那就是一個表演 你就在那裡演出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生活最損壞的事就是表演 你在那裡表演 你在那裡 你不是真的活 你不是真的享受主 我們要享受主 然後在生命之靈的律裡 我們能夠毫不費力的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的愛弟兄姊妹 沒有人要教我們愛弟兄姊妹 我們就是愛他們 像今天早上我愛你們你們也愛我 這是自然而然的不用力氣的 在我們的說話裡 當我們得救了之後我們講話就改變了 不用人告訴我們要改變說話的方式 我們自然而然就改變了 在我們聽話上 以前我們可能只喜歡聽一些的話 不喜歡聽一些壞 我們得救了之後 我們不喜歡聽一些不好的東西 為什麼呢? 在我們裡面有一個律 讓我們就是不喜歡聽那些不好的話 神徒們 你可以說我們幾乎是像一個縮小的伊甸園 我們有善而知識樹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有我們的魂 我們有生命樹在我們 然後我們的肉體裡有善而知識樹 我們有為善的律在我們的魂裡 我們有生命知識靈的律也是生命樹在我們的靈裡 為善的律沒有辦法勝過罪與死的律 你不要試著要做好 不要想成為好弟兄好姊妹 我願意做這事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好多說我立志要請為善的 那惡就與我正在 我們要在這綱要裡來學怎麼享受 生命之靈的律 第一大點說 羅馬八章其實經過過程的三一神 作為生命之靈的律 將神聖的生命賜給信徒為著他們的生活 所以生命之靈的律 當你打開時 打開時 自然而然的這個律 就把神聖的生命分刺到你的裡面 你們如果是新人的話 我們在聖經裡有三個希臘文講到生命 在外面有物質的生命叫bios 就是這個生物這個詞的來 在我們的魂裡有這個suche的生命 就是魂的生命 這個是我們心理學的這個詞的字來 然後在我們的靈裡有一個生命叫zoe Zoe 這個是神聖的生命 神不能毀壞的生命在我們的靈裡 當你打開開關的時候 你操練你的靈 靈裡面的生命就會分刺到你全人的裡面 就像電流一樣 所以羅馬書八章十節說 基督若在你們裡面 靈就是 靈就一地是生命 不管你們今天早上感覺如何 很累還是 但是不管你感覺如何你的靈是生命 我們要一起說我的靈是生命 這是個好消息 這是個好消息 我們全人的三分之一是生命 然後羅馬書八章六節說 如果我們的心思置於靈 我們的心思就變成生命 你的心思可以成為生命 只要你把你的心思置於靈 心思置於靈 心思置於靈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要留意你的靈 在這個聚會裡 當我在說話的時候 我必須要留意我的靈 當你聽的時候 你也要留意你的靈 這就是心思置於靈 你的心思就會成為生命 然後十一節說到 那叫基督從死人中 復活著的靈 住在你們裡面 你可以相信嗎 那叫耶穌從死人中 復活著的靈 住在我們裡面 這是非常有大能的 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著的 你們裡面的靈 賜生命給你們 必死的身體 他不只賜生命給我們的心思 他也賜生命給我們必死的身體 我們今天可以有一個日常 在今世 當然當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就會被這個生命所困擬 但是今天我們就可以預想 有的時候你的聚會裡非常的累 你說主啊今天早上我好累喔 這實在太累 必須你們很多人有這個感覺 但是我還是要去啊 但是你坐在聚會裡你就笑了 然後你慢了力氣 你就慢了精力 因為你的必死的身體 就得了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從哪裡來呢 就是神聖的生命 次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然後28節29節 保羅說萬有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人得益處 基督徒喜歡萬有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人得益處 基督徒認為這個益處是物質的一範圍 譬如說 假如說我的輪胎這個漏氣了 神會叫萬有互相效力 所以我可以得到一個信證 古這不是我們所說的 如果你讀這個上下文的話 你就會看見 教愛神的人得益處 下一節是說到 因為神所預知的人 祂也預定他們磨成神兒子的形象 所以這個益處乃是 我們能夠磨成神兒子的形象 這個才是真正的益處 萬有是什麼呢 萬有就是所有的環境 一切的人 一切的狀況 一切的情況 一切的環境 所有的境況 境遇 所有我們所接觸的人 在我們身旁的人 一同的互相效力 來變化我們 把我們靜默在我們的靈裡 使我們能夠活在我們的靈裡 享受生命之靈的律 在我們的靈裡分次生命 給我們全人 所以第一重點說 神的渴望和目標 乃是要我們請神聖的生命而活 並將生命供應給人 使造會的建造 我們要活在神聖的生命裡 並且這生命供應給人 使造會的建造 這生命是在基督耶穌 臨時生命之靈的律的生命 幫我們萬有內住的靈正 不斷將這生命傳輸到 我們每一位裡面 以建造造會造就聖徒 並將基督的豐富 供應給每一個接觸我們的人 所以零後三章六節講到 神使我們夠資格成為新約的聖律 而不是聖律的聖律 不是聖律的聖律 我們愛聖律 但是我們希望聖律上的聖律成為聖律 但是那靈卻叫人活 那靈賜生命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話 主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人就是生命 所以我們總是向主說 主啊今天早上向我說話 借我說話 向我說話 祂的話就會供應神聖的生命 給我們約翰一書五章十六節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經節 祂說你們若有人看見 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 所以祂必須 祂需要先為他們求 這邊有三個重要的動詞 第一個你要先看見 有人看見 然後第二呢你就求 你就祷告第三 你就賜生命 這個一個弟兄犯罪怎麼辦 你不應該就直接到他那裡 你不能說弟兄你要轉到你的靈裡 這個不太有用 你可能使他更下沉 你要做的第一個應該是為他 為他祷告 說主啊某某弟兄 主啊某某姊妹 你看見 然後你祈求 然後當你祈求後 主就會引導你在正確的時間 來接觸這個人 當你接觸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能夠供應神聖的生命給這個人 你就成為這個生命的管道 你所說的 你如何說 都取決於你念的高有 有的時候 你光是聽你就能夠賜生命給他 所以我們看見祈求 並且賜生命給他 第二說我們需要看見 憑生命之靈的律過為人生活的路 我們必須受生命之靈的律管治病 要經歷好經歷真正且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真正且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聖徒們 我們這個聚會到幾點? 十二點 我只是想要看一下我的時間 聖徒們 一個得勝者是一個正常的基督徒 一個得勝者沒有一個S在他身上寫 超人 我有點擔心這個第四期的學員 他們畢業後回到他的當地照會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他們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他們成不了那樣的人 他們就很失望 得勝者不是一個超級的基督徒 他是一個正常的基督徒 正常的基督徒 你有高山也有低谷 不是這個Kansas州的西邊 如果你在Kansas州的西邊 如果你在Kansas州的西邊的話 它就是平順的路 但是如果你在科羅拉多州開車的話 它就是高高低低 上上下下 你就呼求主 你就享受主在那些上上下下高高低低 一個正常的 所以我們有一本書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生活正當的照會生活 還有正當的基督徒信仰 因為神要恢復我們成為正常的 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我們想要成為正常的 正常的基督徒 正常的基督徒 正常的 這邊小一說到 我們要成為正常的基督徒 我們就需要照著您而行 行是什麼 行就是說 就是活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的全人是照着调和的灵 也就是这个调和的灵 就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 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 小的意思 如果我们若为自己的目的兴趣 或利益而坚持任何事 即使事情本身并非有罪或不道德的 我们人是照着肉体而行 如果你坚持任何你自己的目的兴趣或利益 你就不是照着灵而行 你是照着肉体而行 B说到 按照圣经没有第三种选择或中间地带 你知道有些国家在这个地上 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 也没有第三种选择 若不是照着肉体就是照着灵 你要不是在灵 或你是在灵 你要今天早上想在哪里 在灵里 这两个是彼此相对的 使你们没有办法 使你们所愿意的 在这里抵抗 就是两个互相敌对 他们是彼此互相的抵抗 抵对的 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八节说 这个在为自己肉体撒种的 并从肉体受败坏 为着那灵撒种的 并从那灵受灵的生命 撒种 为那灵撒种 意思就是为 为着那灵的目标 和目的而撒种 要完成那灵所愿意 为着那灵的愿望而撒种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 我很高兴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是在 为着那灵撒种 至终我们会收 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 第三小蝶 四小蝶 我很重要 他说什么呢 我们除去肉体剩下的就是灵 你要在灵里吗 你就除去肉体就好了 我们既认识什么是肉体 就能借着不照肉体而行 来照着灵而行 是不是很好呢 我们除去肉体剩下的就是灵 小二说到我们需要 赵哲林 罗马书8章5节说那些 赵哲林的思念那里的事 A说到赵哲林不照着肉体的生活 我乃是为于持绿 生命之灵的绿的实化 B says A说到照着肉体就像照着 地心引力的律留在地上 地心引力的律可比作罪与死的律 A说到照着灵就像照着空气动力学的律留在飞机里 空气动力学的律 去做生命之律的律 我刚刚跟你们讲到这个老鹰的飞行的律乃是 箴言三十章十八到十九节 箴言他说有些事情是太美妙过于我所能测坐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老鹰在飞行的道的路径 当然在这个以赛亚书 说到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人会重新得力 他们会如鹰展翅像鹰 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就展翅 上腾我们奔跑并不疲乏我们行坐并不困倦 等候耶和华什么意思 等候耶和华不是就坐在这里等 说哦 主啊 我在这里等你 不 这不是这个意思 等候耶和华就是我们了结自己 我们了结自己 我们停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所做所行 我们停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生活 我们停下来以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人为何停屁 这就是你的后耶和华 停下你的生活 你的所做还有你的活动 以基督做你的生命 人为何停屁 你在哪里坐啊坐啊坐啊 你的电话是你动电话 让你你应该好好走路 但是有些人走路的时候 还在那边传简讯 然后撞到东西 甚至你的电话让你一直坐一直坐停下来 有人就撞到玻璃门 因为他们在那里传简讯 我告诉学员们说 很高兴使徒们没有手机 他们会说 哦 主 等一下 等一下 让我传一下进去 然后他们就 我们的圣经就会少很多主的话 就都漏掉了 D 说的 D 说的 D 说到我们调和的灵里 那生命的律有能力 胜作我们肉体中 罪于死的律 这是不是好消息呢 D 说我们若选择 照着灵 生命之灵的律 会自然释放我们脱离 罪于死的律 所以 我们要选择 我们这个就是说阿们 我们选择圣命之灵的律 就是要说阿们 你们能不能说阿们呢 当主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这个实实在在的 在希腊文里就是 阿们 阿们 我阿们 阿们地告诉你们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主是在跟父交通 所以他就阿们 阿们 我告诉你们 所以在我里面需要有一个阿们 阿们就是 是的 愿此成就 生命之灵的律 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也需要我们的赞同 F 说 任何时地我们都需要建立 其次你的习惯 使用我们的灵打开 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 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 你需要建立一个习惯 来操练你的灵打开 生命之灵的律的开关 意思就是当你不想要这么做的时候 不想要赞美主的时候 你还是说赞美主 你不想要说主耶稣我爱你的时候 你还是说主耶稣我仍然爱你 你就在那里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厚的书 你不给习惯 建着运用灵打开 生命之灵的律的律的律 基督的灵 毕竟那使人复活的灵 都已装置在每一位信徒里面 这是太好的呢 在你的里面有一个美妙的装置 我们要得说他生命的供应 只需要借着呼求主名 敬拜 感谢赞美并高举主 而运用我们的灵 所以圣徒们我们要 持续不断地呼求主名 千万不要从呼求主名毕业 说这个呼求主名是给青年人的 你需要一直持续不断地呼求主 你要一直呼求主 直到你进到国度 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感谢主 有一个经节 应该是 诗篇五十篇十四节 讲到献上感谢祭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人可以看一下诗篇 诗篇五十篇十四节 说到我要向神献上感谢祭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向神献上感谢祭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 说神要从我们得到的乃是感谢祭 我们如果在那里谢各种的祭 但是我们却不感谢祂 祂不喜欢这个 因为当你感谢祂的话 你就与祂亲近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感谢神的习惯 我们要说感谢主 不是只是谢饭而已 你要为各样的事感谢神 为着今天早上的聚会 感谢主 为主啊 谢谢祢 把祢自己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可以赞美主 并高举主 以赛亚书十二章二到六节 我们有一首诗歌 讲到这些的经节 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沿 欢然取水 然后你们说什么呢 说赞美主 我们要呼求祂的你 将祂所行的 传扬在万民中 提说祂的名已被尊重 你们要扬声欢呼 这是你们可以扬声欢呼的地方 你也许早上起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扬声欢呼 但是你在会所可以扬声欢呼 说赞美主 我们可以说赞美主 扬声欢呼 你们西安的居民 那因为以色列的圣者 在你们中间为致大 三说我们需要思念那灵的事 A说到思念那灵的事 就是将我们的心思置于那灵的事 也就是一直让我们的心思 被那灵的事 就是关乎基督的事所赞满 B说 神的灵的事就是神圣奥的事 我们若要领略定永费于基督 作为神圣奥的事 就需要爱祂 圣徒们 说主耶稣我爱祢是一件大 很大 极大的事 是一件重要的事 灵前 弹章9到11节说到 眼睛微诚 看见耳朵微诚 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这是神为爱祂的事 预备的 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 因为那灵参透万事 甚至神的身后也参透了 当你说主耶稣我爱祢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那灵就在你的里面 这个参透 你里面关于基督的事 让你能够领会 让你能够有份 如果你看这一节的注节 在这边有一个参透 参透就是积极的探究 准确的知识 不是发现的乃是探索的 那灵在那里探索神 在我们的灵里探索神 关于基督的身后 然后向我们显示 这个身后 使我们领略并有份 C说到 我们需要操练建立一种习惯 让自己的心思 一直被纳利的事 就是被关乎基督的事 所算有 B按照雅歌 寻求者因爱主成病 在他的心思里 没有别的只有主而已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思 这个寻求主者是因爱成病 我们这些结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见证 我们以前都是因爱成病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 我们是不是还因爱成病 但是曾经有一度 我们都是因爱成病 我们需要因爱成病 你可以告诉别人说 我生病了 别人说 你为什么生病 他说 因为我爱主 所以我生病 亚哥书2章 2章5章2章2章2章5章6章5章6章3章2章5章6章 докум 然后五章八节说到 我向你们启示耶路撒的女儿啊 如果你们看见我的良人 请告诉他我因害成病 第一 主人征战的秘诀 乃是不让我们的心思空白 这二灵神圣的灵同我们人 能领将关乎基督的一心事 连于我们的心思 只要我们的心思 借着二灵连于关乎基督的事 我们就是得胜的 然后F说 罗马八章六节 至于灵 这发表按原文直译是灵的心思 基督的心思 灵的心思就是被基督 充满占有静后的心思 他说让这心思在你的里面 基督耶稣有一个心思 他说让这心思是在你的里面 就是把基督的心思分赐到我们的心思里 第四小脸 我们需要致死身体的行为 他没有说要致死你的身体 不要致死身体 他是说你要致死身体的行为 A说到身体的行为 什么呢 就是我们老旧的习惯 这些行为 不仅仅那些关于罪的事 也包括我们身体在那灵之外所行的一切事 B说我们需要与内住的那灵配合 主动致死身体的行为 那灵就将基督死的功效应用在那些行为上 将其杀死 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这边你有这个复合的高有 有甘兰有 有末药 桂皮 桂仓 有这个基督的死 还有基督的复活 然后 你有桂皮 桂菇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然后死的功效 然后桂皮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当你当那灵的死的时候 你想受那灵的时候 这个基督的死和复活 就应用在你的灵的灵 所以诗歌说 哦 与主同死是何等有福 与主同活是何等有福 这一切都在天主的灵里 五说到我们需要被神的灵引导 他说到我们那灵的引导不需要我们寻求 因为已经在我们里面 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 我们若活在这灵导之下 我们的生活行动与行事为人 就要证明我们是谁的儿子 地医者里的引导不仅是那灵的一种行动 更是三一神自己在我们灵里成为引导 我们若遇到他这住在我们里面的人为 我们自然就被他引导 圣徒们 神的引导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笑脸 当你有神的笑脸的你就有他的同在 你有他的同在你就有他的引导 你没有他的同在你就不该去 你有没有他的同在你就不能去 他的同在决定一切 所以我们的卫星导航就是神的 我们的卫星导航 我们不是卫星导航 我们是神导航 我们照着我们灵里神的同在来生活行动 六我们需要呼叫阿爸父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需要呼叫阿爸父 罗马书8章15节说 你们所接受的不是奴役的灵 是你们仁臼害怕乃是 你们所接受乃是儿子民愤的灵 在这里我们呼叫阿爸父 阿爸是亚兰文 父是希腊文道特的翻译 这个由亚兰文和希腊文合并的称呼表达 呼叫父时强烈的感情 这个富有感情的呼叫 还是亲子与生父在生命里亲密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 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大点 罗马八章可视为全本圣经的焦点和宇宙的中心 因此我们若经历这一章 我们就在宇宙的中心 这是不是很好的圣徒们 我们都要祷告主 把我带到罗马八章的经历中 主把我带到罗马八章的实际里 使罗马书八章成为我的生活 你想主会不会答应这样的祷告呢 主会一点一点的成就这样的祷告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罗马八章是全本圣经的中心呢 因为罗马书八章是讲的 生命之灵的律 然后罗马九章到十一章 你有神的简选预定 这是一个参与的话 然后罗马十二章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然后一直到十六章是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 一直终极完成于新的路沙了 所以我们说罗马八章是宇宙的中心 如果你没有罗马八章 你就不能活在罗马书十二章 你要活在 我们不仅要看见罗马八章 我们也要在罗马八章 你就在宇宙的中心里 第一重点说 神在一波的永远里定义 要进到他所救世的人里面 使他可以做他们的生命 使他们能成为他团体的彰显 这是神经伦的焦点 二人是神创造的中心 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借着人得着彰显 唯有借着神经到人里面 做人的生命和内容 使人与他成为一 凭他而活 甚至将他活出 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彰显 如此神就能从人里面彰显出来 你知道罗马书13章14节 还有哥洛西书说 都说你们要穿上耶稣基督 我问你们穿上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穿上耶稣基督 就是凭耶稣而活 并且活出基督 以显大基督 这个就是穿上基督 你借着恩典而活 你活出基督 你拟着恩典 然后追求你 你显大基督 第三章点我们一同来 这个经节 撒加利亚十二章一节说 呼章诸天建立地基 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人的灵与天地定裂 因为我们的灵是神可目居住的所在 所以人有灵 这是一个 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真空 是神的形状的真空 当人创受造的时候 即便人还没有得救 他都会思考人存在的意义 你不会看见猴子在那里 想人生的意义 你去动物 你没有看猴子在那里 想说思考人生的意义 这猴子只在意香蕉从哪里来 他没有灵 动物没有灵 他们有魂 他们有心思情感意识 他们有身体 我的狗有狗的身体 但他没有一个灵 他可以做事的一些事 但他没有良心 狗没有良心 他不会觉得 他让我失望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难过 因为他没有良心 我以前跟一个弟兄一起工作 我刚结婚的时候 我的妻子会给我做一个午餐 我称它为 它为蜜月午餐 很丰富 一切的好东西都在里面 一大堆好东西在里面 几乎要撑破三明治带了 我称它为蜜月午餐 我把那个袋子 放在我的车库 我的车上 然后我看手表 已经到了午餐时间 我很期待我的午餐 我一看我的午餐不见了 然后我看 我的卡车没想到 一个狗吃了我的午餐 他看着我 他良心一点都没有感觉 他一天 如果和弟兄吃我的午餐的话 他看到我 他会觉得很用 罪恶管 他的良心会过不去 但是狗没有良心 狗就只是觉得很好吃而已 良心是我们这个灵里的首要部分 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良心 第二小点 初天是为着地 地是为着人 生给人造的灵 使人能接触神 接受神 敬拜神 夺神 为神完成神的定职 并与神成为一 我们在那里 刚刚唱诗歌赞美 第一首 诗歌第一首的赞美父 就是父在那里寻仇敬拜者 照着约翰福音14章24节 他讲到说 父正在寻求 那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的人 所以我们要祷告 父啊 祝我成为你的真正的敬拜者 我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 我要基督成为我的神圣实际 成为我的真实和真诚 能够对神有真实的敬拜 这是真实的 宇宙的中心焦点 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已经进到我们里面 如今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最大的神迹 宇宙中没有什么别的 是比这个更重要的 这是不是很好呢 我们都该聊喜乐 因为三一神 如今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信仰 祂是我们的生命和人味 正在使我们成为祂的家 所以以福所书三章 十四到十七节是很好的祷告 我们要求父 照着祂荣耀的丰富 借着祂的灵加强到我们的里面的人里 使祂能够从我们里面的人扩展 到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第六点说到 在罗马八章里 最主的灵就是三一神 在神的灵这词里 灵和神是同位于 指明那灵和神乃是一 而同样的八章中 基督的灵 那叫约翠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和生命的灵 指明那灵就是基督 是那死人复活者也是生命 因此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 三一神的三者就都在我们里面做生命 三八章中的那灵是包裸万有的灵 作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和运用 那灵是三一神灵集并应用于我们 四三一神既是包裸万有的灵 在我们灵里 我们以他为生命和人味 就可以经历并享受他 我们是三一神的容器 我们是三一神的容器 所以灵后四章七节说 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 瓦器是属地的 没有价值的溢碎的 但是我们有这宝贝 宝贝是有大能的 它是宝贵的 我们是三一神的容器 我们有三一神 七终点说 基督进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的灵就得着重生 使我们的灵是生命 我们爱主并将我们的心思 至于与主有关的事实 我们的心思就是生命 不仅如此那死人复活着的灵若处在我们里面 他就赐生命给我们的身体 依照着神的经伦和永远的定义 神在他救恩中所要做的 就是将他自己做到我们这些 他所救世的人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神的渴望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 做我们的生命 这是圣经的焦点 这是圣经的焦点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说 主为什么还要给我们有肉体呢 为什么还要有肉体当这个 肉体还在于我们 因为在神的主宰里 我们的肉体逼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 我们都犯错 我们都有失败 这些错误和失败都为神主宰所用 来逼我们转上我们的灵里 使我们迫切进到我们的灵里 这就是整本圣经的焦点 整本圣经的焦点不是我们的得胜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整本圣经的焦点 是神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过很多的事 很多的失败 这就给神更多的路 更多的机会 把他自己做到你的里面 因为你就更迫切 我希望你们更迫切 更加迫切 变得更迫切 分次到我们的灵 心思和身体的生命 乃是内住的那灵 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和应用三 倘若我们软弱缺少生命 这是因为我们缺少属灵的气息 属灵的呼吸 就是呼求主名 我们一同用中文来呼求主 主耶稣 西班牙语 韩语 还有其他的语言吗 英文以外 好 我们一同用英文来呼求主 这是我们属灵的呼吸 所以在这个耶利米安一哥 耶利米说主啊 我是从身牢里向你呼求 不要眼耳不听我的呼求 我的呼吸 我们需要呼求主 这是我们的属灵的呼吸 然后诗歌 这边还有一首 英文诗歌65首第二节 这是和受恩教师的诗歌 他说 在你的这个呼求人的名 就是喝出中文六十首 中文六十首 第四 当我们持续吸入那灵座生命 哦对不起 当我们持续吸入那灵座生命 并让他扩展到我们全人里面 基督就多而又多地加到我们里面 这乃是拥有经历 并享受我们里面主观的神 他是真的 他是个人的亲密的 满了情感的 他是主观的神 五十四 神这样一再地加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就接受生命的元素 使我们得以长大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们这凭着生命 元素长大时 生命之灵的律 就在我们里面 自动运行将我们塑造 并磨成基督的形象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丰满 新人 神人相互的居所 都来自于我们 对这生命的经历 所以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丰满新人 神人相互的居所 都来自于我们 对这生命的经历 对这生命的经历 就是享受生命之灵的律 当你享受生命之灵的律 在一个新人的时代 这本书里面 有《欲伤》 说到信仰 如何享受一个新人 有一个新人的喜乐 有四层的喜乐 第一层的喜乐 就是当我们 多久的时候 我们很喜乐 第二层就是 当我们进到 召会生活里的时候 我们也很喜乐 这是召会的喜乐 第三 你享受身体的喜乐 当你进到 这个召会的时机 也就是基督的身体里 你有另外一层的喜乐 第四层就是 当你享受一个新人的时候 你又有第四层的喜乐 这个享受一个新人的喜乐 是来自于我们 经历享受生命之灵的律 我们来到最后一点 至终这生命要预备基督的心腹 要带进一个新人 预备基督的心腹 就是带进一个新人 使主得以原来 并将我们带进下一个 时代为这人 故圣经恒秀的中心焦点 是在罗马八章里 好 我非常准时地 非常准时地结束信息了 11点50分 给你们看很多的时间可以分享 这个不是我的话 这个纲要实在是很美妙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